主播精選的單元 今天我們挑的新聞是跟付出有關係 這是慈濟志工在日本地震災區 將進行第三梯子的 見五金發放地點 這一次是在氣先找市 是啊 剛才之前的新聞有說到 這次報道台灣有60幾個月 即將到位來助言 其實說到日本分會 在20年前 1991年成立的時候 在這次60多位的團員裡面 有兩位有去過 這就是我們常說的志工老兵 顏慧美師姐 還有秋瓊玉師姐 那時候有去喔 這次20年後 英國回來到日本 跟這些主持美師姐包含 第一顆的經濟謝富美師姐來匯合 希望可以幫助 這些鄉親可以趕緊 得到我們的幫助 所以我們說這個因緣很奇妙 而這一些資深的志工們 想起了20年前 這一段交流的過程 當時這兩位師姐 也是為了到日本 是學習這個禮儀 還有一些 日本醫療的服務精神 那這一次相聚呢 大家除了很感嘆 這個天地無常之外呢 也要提醒大家 就是要把握 當下即時付出 我們來看看這一則新聞 久違了 久違了 抵達日本羽田祭場 在通往東京市區的公路上 慈禧志工顏惠美望著 劫次臨比的大樓 熟悉的景象讓他想起20年前前來日本 是為了協助日本分會成立 與學習醫療志工服務的精神 如今再次踏上這熟悉的土地 卻是為贈災而來 仔細聽的贈災行前叮嚀 瞭解受災鄉親的現況 心裡無限感慨 感受到怎麼這麼無常 所以我們上年一直講 苦災民之苦啊 那我們也是盡我們這種虔誠的心 用很親切的這種態度 來面對他們 和顏惠美有著同樣心情的 還有法號慈禧的志工秋窮玉 三一一日本大地震後 第一個念頭就是想要把愛親自送過來 已經20年恍然到 這個時間跟無常 就像上人講的 不是我們能夠所及的 20年前第一顆種子謝富美 雖然已經白髮昌昌 仍然有著堅毅的精神 為人群付出 全球慈禧人的愛 從台灣不斷的接力而來 從熱食 物資 到健五金的發放 源源不絕的愛是日本當地慈禧人 強而有力的後盾 我們後面這一股 我們台灣師兄姐 還有全球慈禧人的支持 那種內日下 募金募款 帽子風鞋 這樣那種精神 這也是一股很大的力量 入業後的東京分會 還在持續為即將展開的發放 進行準備 只希望可以把最好的祝福 與溫暖順利送到氣線找事 帶一新聞 劉珍珍 鄧明儀 日本東京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